行政院已经核定基隆地区长期稳定供水先期计划 水公司进一步表示 刚好搭上捷运系东线跟基隆捷运的工程可来埋设管线 让这项稳定供水计划能来落实 未来这个系纸基隆联通馆做好之后 对整个基隆地区的供水都非常有帮助 因为它会直接连到基隆河的八堵抽水站 那行政院最近就是核定了基隆中长期的 这个供水的计划的先期规划 那它主要有包含两个部分 那一个就是系纸基隆的联通馆 那另外就是供料调整池的部分 那系纸基隆联通馆的部分 其实就是搭盖这个捷运系东线跟基隆线的这个便车 那因为现在的道路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容纳 然后路幅也都相当小 那利用这个系东线跟基隆段这个两段在捷运施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大馆的部分可以把它埋设进去 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曙光 目前的规划这个系纸基隆联通馆 其实就是要送到八堵抽水站那边 然后它直接可以打进去新山水库 所以从新山水库就整个可以调度到整个全基隆地区 行政院通过的这项基隆地区稳定供水先期计划 将在113年到114年间进行先期的规划作业 未来除了可将台北的水支援到基隆 供料方面也能增加储水量 对于基隆来说都相当有帮助 那会讲说是先期规划 就是说整个案子的细节的部分还没定 所以它会利用今年到明年的时间 来做规划的动作 等到规划整个成型了之后 会另外再提出工程计划 报行政院核定来实际来执行 那整个分工的部分 系纸基隆联通馆是由台水公司这边来执行 那供料调整池的部分 就是会由经济部水利署这边来执行 那供料调整池的部分 目前也还没有整个地案大概要做到多大 那可能从20万地方公尺的量 到甚至100万都有可能 那最主要就是补充我们双溪的水源 目前只有一个供料业 那水如果比较多的时候 它也没办法把它除去下来 所以就多一个调整池的部分 那如果可以做得比较大的话 以后的水源就会有保障 因为我们这边台水公司能做的 就是从季额水源里面做浸水然后供水 可是如果没有水源的话 那这个连煮饭都没有材料可以煮 所以那我们基隆目前最主要的水源 其实就是双溪基隆的这个川流水的部分 再来的话就是水库水 包括像新山水库西市水库 再来就可能需要跟这个台北市 对北水的这边用新电溪这边去跟他们买水 所以如果我们有可以增加水源的这些量的话 当然是越大我们会更高兴 极端气候下用水问题 市民生问题也是国安问题 在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 排除各种困难 让基隆的供水韧性再升级 将是全体市民之福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降 insist全体 crisis 隆嫁 followers 深敦是 志向 隆赦 这么一点 词道 人们 词